战争造旧英雄,盘点中越边境战争中升起的将星们。 在边境打了十年,把各个部队拉上去打,结果人才自然打出来了。 十是造英雄,中越边境战争中升起的将星总会。 1979星星星的中越边境战争,火军先后有十八个野战军参战, 使长期没有经历战争的部队得到了实战锻炼, 对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、正规化建设影响深远。 与此同时,一大批年轻有为的中高级指挥员, 在这场战争中脱颖而出,成为新十七亿升辉的一代将星。 他们当中有肃荣升中将,1985年老山轮战, 时任六十七军参谋长,以后历任总参军务部副部长, 二十四集团军军长,北京军区副司令员, 1988年九月少将,1999年七月晋升中将。 张又霞,祖籍陕西渭南,在北京度过童年, 为中共党员,现年59岁1950年七月升, 张又霞的父亲张宗旭,曾任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, 协助彭德怀指挥西北军民进行了辅务媒、 兰州等一系列重大战役, 建国后曾任副总参谋长, 以及总后勤部部长等要职。 朱曾权中将,1986年老山轮战, 时任二十七集团军政治部主任, 以后历任二十七集团军副政委, 政委,国防科工委政治部主任, 总装备部副政委, 1988年九月少将, 1996年七月晋升中将, 刚刚卸任二炮政委的张海洋, 是中央军委员副主席张震上将之子, 两人是解放军历史上首队父子上将, 分别于2009年, 1988年, 被授予上将军衔, 张震今年一百岁,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, 是目前现在的最高级别开国将领, 也是唯一现在的开国中将。 和齐东中将, 1984年收复两山, 时任十一军副军长, 以后历任十一军军长, 副总参谋长, 南京军区副司令员, 1988年九月少将, 1990年七月晋升中将, 蒙进席中将, 1984年收复两山, 时任十一军副参谋长, 以后历任十一军参谋长, 十四军军长, 十四集团军军长, 昆明路军学院副连长, 贵州省军区副司令员, 西藏军区司令员, 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兼西藏军区司令员, 1988年九月少将, 2001年七月晋升中将, 陈氏军中将, 1988年老山伦战时任十三集团军军长, 后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, 1988年九月少将, 1996年七月晋升中将, 马炳陈中将, 1984年收复两山时任十一军军长, 以后历任成都军区后勤部部长, 副司令员, 1988年九月备授于中将, 姚双龙少将, 1981年收复寇林山, 时任十四军四十二师一百二十六团团长, 以后曾任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, 司令员, 现任西藏军区司令, 刘昌有少将, 1984年收复两山, 时任十四军四十师师长, 以后历任十四集团军副军长, 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, 云南边境排为总指挥。